看他们滑水 是不是干净利落又很刺激呢 其实这群人 毕竟只要一有空 统统都会到 涉及大桥附近的河道 加紧练习 因为这个周末 27 28号两天 国内规模最大的一场 国际滑水比赛 2015台湾杯国家滑水赛 在台北市举行 这就是我们比较场地 涉及大桥的下面 然后我们是第一次 在台北市举败滑水比赛 而且是国际赛 6月27 28 欢迎带大家来 帮台湾这里加油 而除了台湾 德国 美国 俄罗斯之外 日本的宽版滑水连霸王安景 也带领7位日籍职业选手 首度到台湾参赛 不只日本精锐进出 虽然这次的比赛 欠缺机票与饭店赞助 但目前是亚洲女子 排名第二的Sasha Christian 就算是自费 也要来台湾 和9个国家100位选手 较高下 其实这几年 宽版滑水受欢迎的程度 越来越高 因为玩这项运动 不需要有太复杂装备 只要没有刮风下那雨 大家上了船 进入河道中间 这里就是舞台 随便你想怎么秀 它是绿茶 过去喜欢滑雪 不过最近开始喜情厌旧 爱上了这种宽版滑水 而且这一练就是连续16天的 魔鬼训练 你那个手折在夹紧这边上去的时候 踢起来 OK 这样滑真的好玩吗 陈寅大哥 没有 我很辛苦 陈寅大哥 我好像看你站起来的样子 不只宽版滑水正航 前面的动作是不是很像在冲浪呢 是的 它真的是在冲浪 只不过不是在大海里 因为只要换个板子 在基隆河也能享受同样的海洋乐趣 会从宽版换到冲浪 跟你说 当然是看上它的挑战性 不过好玩归好玩 冲浪滑水真的需要多多练习才行 因为这种宽版的鞋套 是固定在板子上 就算下半身用力的方向差一点 还是可以顺利起步 但看看秀秀的第一次 老师教会教结果呢 为什么起步来好快呢 还不成功 没关系 老师再教个秘诀 应该就行了 屁股靠近板子 有了 有了 夏天穿上比基尼 冬天穿着防寒衣 在台湾一年四季 真的都是滑水季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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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